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读黄公望先生的傅春山剧图 他所展示的傅春江景色令人心持神望 让人畅想自己直身画作之中 于艺术中生活 让我们一同走进画中 其目一场与尘世的断舍离 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傅春山剧总经理石墨卫 你好欢迎您光明 那这位是我们傅春山剧的花艺设计师 林中勇林大师 你好王老师你好 欢迎你 欢迎二位的到来 谢谢 那我们里面请 那就不打扰二位 在傅春山剧里面所有的花艺 都是冲大自然的 所以 王老师这是酒店里面的十大天王 代表着风调与顺 我在亚洲餐厅做了一个 非常大的花艺装置 在秋天 其实这个作品现在在讲的是秋天 所以我把傅春山剧的秋天给带到这里 所以秋天的落叶 秋天的芦苇 秋天的橘子 秋天的桂花 老师你看这就是龙井茶山 一年的时间里面只有四到五月的时候才可以采收 我觉得茶很有意思 就是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照顾培育它 你真的可以采用它 是有这种短短的一段时间 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都市人 生活节奏特别快 能够有机会到这种室外桃源里 休息几天 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就我想要跟你讨教 也就是说你在傅春山剧这一段时间里面 会不会用你的艺术眼光 或者是感受 告诉我一些 这是傅春山剧最让你觉得有艺术性的地方 或者是哪一个作品是你最有感觉的 老师那我们 我们四处走走 找一找灵感去 好啊 只要有心 还会发现傅春山剧 度假村的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 室内景观 灯光 改自特定的香味 处处都经过新兴设计 蕴含着新意 静待有缘人 我以灵感的 冬老师我们一起用傅春山剧的山水 来做一个作品好吗 好呀 只记得一句话 最美好的事物是眼睛看不见 你要用心去体验 好香啊 这就是我们 我心中的山水 它你看落下来的那个柿子 我都觉得落得都恰到好处啊 我觉得你用那个水纹的方式去把它刮出来 这件事情真的 整个作品的灵动感就出来 所以华语作品配上龙井叉 还有好朋友一起聊天 林先生我发现你用沙创作的东西啊 其实和我的东西有点一曲同空之妙 我刚好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这是我一本画册的一些作品 你看上面这个纹路和你的这个纹路是不是很像 林先生问我的问题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这片山水就是傅春山剧最好的艺术品 当年傅春山剧图中 所描绘的那份跨越古今的自在闲情 俯识皆是 这里的山水好是一个被弯 聆听你 请述完 城市烦恼 祝你再度出发 这是山水与人之间最伟大的艺术 这片山水 能让我们远离城市的纷繁 寻找心灵的家园 是 在山水与家园